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石涛的另外一套节目 涛哥砍电影 这套节目实际是继承了我们原来的一套节目 叫做周末视频 当时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那一套节目取消了 但是电影是我们现实人的文化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今的文化中 电影成为了一个人们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 而电影中却皆是人的生活 人性、理念、生命的认识 灵魂的存在 以及现实的观念的冲突 包罗万象 那涛哥砍电影 我们是选才于在世界范围内 和中国人的圈落当中 我们公认的好电影 逐个的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看法 就像很多朋友所希望 很喜欢听 涛哥对人性 对境界 对灵魂 对生命的认知 这样的认知 他可以突破我们文化背景 家庭背景 地域背景 甚至语言背景 和受教育的背景 突破一切背景 寻找着我们真正回家的路 这就是涛哥砍电影当中的宗旨 所以如果你想能够拿到这部分内容的话 你就到YouTube上 打上涛哥砍电影 你就可以找到涛哥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纽约时报连续几篇文章 都提到王健林这件事情 在不同的网站当中 也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王健林跟中共上层的 不同家族之间的商业往来 大连万达 那大连是薄熙来的天下 在这里面 却没有谈到 王健林与薄熙来家族之间的故事 我们没有看到这段故事 我们看到的就是 跟习近平 胡锦涛 温家宝 王兆国 贾庆林 他集中在是这些家族 我跟大家明确讲过 我们的节目当中 没有很多的去采用它 因为这篇报道 你说是不是事实 非常有可能 那你说他是不是有目的 目的性极强 而报道的本身 有点像扬州炒饭 啥意思 报道者三年前就开始调查 在彭博通讯社 那作为所谓的调查者 他的资料的来源和目的性 只有他自个知道 透过纽约时报报道 纽约时报在我的概念当中 里面一定有记者和编辑 已经有意无意的参与到 中共最上层的大厦 如果是这样的话 报道本身 已经损失了 它的真正的 这种公平性 这是我个人的态度 我个人的态度 最麻烦的 最给人容易造成偏差的 就是离真相差了一点点的东西 是不是真相 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真相 但这样的真相当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带有某种 个人的利益 与想法 与目的 在我的感觉当中呢 纽约时报在围绕着这件事情上 这一组事情上 有着非常深刻的 直接了当的手笔 咱得说概念了 如果这真是一个大审判的概念的话 如果真的是一个大审判的概念的话 它是围绕着今天中国 围绕着中共本身 它要影响到全球的 对吧 那你说 如果共产党是个大淫妇的话 如果这件事情 最一开始 人家鼓开来 杀的是英国人的情人的话 那你说今天 能够把纽约时报的 老外给牵着进去 很正常 很正常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态度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这样的扬州炒饭 炒冷饭的报道当中 这样的力度 打击力度 已经远远不足于 2012年18大前 那样的打击力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拿出来 纽约时报这个时候 还拿出这个东西来 说明什么 曾庆红江泽民 死在眼前了 会死得更快 他表明 在他们被管制的背景之下 依然有人可以操盘 可以把这些旧的资料 能够借助纽约时报放出去 所以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 死静死静的 甚至有人称 说怎么会 打老虎住手了 大家听不到任何消息 在我的眼睛里就是说 需要类似纽约时报 这篇报道的催化剂 为什么 死催的 自由亚洲电台 转到了这个博谈网 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习近平过河拆桥 曾庆红 凶多吉少 文章写的相当长 过河拆桥的说法 他就把习近平到底怎么 在2007年突然的就出头成为王储了 所以呢 里面介绍了 有说是江泽民看上了习近平 有说是曾庆红看上了习近平 他里面就列了很多 我自己觉得有点浪费笔墨 但是最后 最后这部分 他提到一个概念 习近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看来都会对曾庆红下手 下狠手 在这篇文章里 他提到说 应该是一些 贤富在家的高级智囊式人物 给习近平反腐出的主意 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 并非忘恩服役 而是为了中国的权力交接 根除隐患 这不是过河拆桥 这是当初曾庆红江泽民史主意 要弄死习近平王岐山 而把习近平王岐山当成傻小子耍了 他们才是桥 习近平王岐山是桥 这个桥干嘛 让薄熙来周永康过桥 真正拆桥的 是薄熙来周永康曾庆红 而桥本身是习近平自己被人踩在脚下的 过的什么河 过的当初 温家宝无疑 踹死了薄熙来的这条河 所以写文章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角度 他完全忽略的一点 就是薄熙来跟周永康 释出毛反的罪名 毛反就是薄熙来要上马 而习近平当初 为什么到2007年骤然出头 是因为那个时候本来是旧坡下驴的 人家搏在公子上去 没上去 让温家宝跟乌仪死一掰的 也把驴腿给砍了 所以这驴没下来 旧坡下驴腿没下来 摔一跟头 摔到四川吃火锅去了 那反过来呢 习近平跟曾庆红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 曾庆红凶多吉少 然后提到说 曾庆红凶多吉少 莫顾于他国内的智囊 和美国友人为他鸣不平 那为他鸣不平 这里说的友人 一个是原来的曾庆红的秘书 一个是美国学者沈大伟 那这两个人说的呢 叫共产党的路 对不对 说曾庆红垫地着共产党的路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他另外一个 曾庆红凶多吉少 还表现在曾庆红在石油能源化工 政法委国安中安插的亲信 已经纷纷落马 而红二代本身对他却是拒绝的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态度 红二代与他之间的拒绝 是撇清与他之间的关系 而另外 曾庆红个人的问题 一个是家族腐败问题 一个是本人的政治问题 他说政治问题恐怕比他的家族问题 要严重的多 多方消息提到 曾庆红和周永康有政治密谋 卷入政变 那这样的指控 就非同小可了 如果习近平已经掌握证据 那曾庆红的命运 就会像薄熙来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Mesmerizing Vigorous physicality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Shen Yun presents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Experience the divine Experience Shen Yun 那另外一个消息 是来自于这个《前哨》杂志的 那这个消息本身呢 原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内容 但是呢 《前哨》杂志呢 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很细致地去分析它的关键原因 习近平的亲信蔡奇 秘密访问香港 应该是有两大使命 他说 今年二月份 习近平的亲信蔡奇秘密到香港 调查香港政局的相关情况 一度引起了海外关注 蔡奇其实是两大使命 一个是防范张德江系的港澳人马 谎报军情 那帮助习近平 那帮助习近平掌握香港政改政情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一个 他说要实地考察 现在中共驻澳门的中联办官员李刚 已被厚用 这里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蔡奇二月份到香港去 那要调查张德江的港澳办公室 在香港的运作情况 我自己认为呢 可能不仅仅是张德江 香港的势力是曾庆宏的势力 而整个香港的战中 在这其中 中共国安在香港的运作 与张德江所控制的港澳协调小组 是形成一体的 这个一体的是曾庆宏 从99年开始掌控中共的中组部 到2003年开始掌控 中共的港澳协调小组之后 埋下的巨大的伏笔和人马 花老了钱 用老了人了 对不对 那蔡奇要的是这个 换句话说 习近平就想知道在香港谁害的他 从香港610白皮书出来之后 到底在香港是怎么运作的 造成了习近平在2014年 整个香港过程中 连个声都不敢说 只能说坚持一国两制 相信港人治港 相信香港人的聪明智慧 只能说这片谈话 什么都不能说 对不对 到现在只字不提 831人大决定 就是中央决定 他就没这么说过 所以这都是往死了整的 在我的眼睛里 蔡奇真正的背景资料 在我看来 秘密去香港 一定是整的这个 那当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张泽江 曾庆红 死光光 因为当初 在香港 在香港 在9月28号那天 习近平要答应开枪的话 就置习近平于死地 彼此玩的都是 你死 我死 我死 你死 你不死 我就死 我不死 你就死 必须得死一方 玩的是这游戏 还什么过河拆桥不拆桥 太文化了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